本台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0号上午 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 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关心的有关问题 进行了坦诚 深入 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 习近平首先就飓风爱达 造成美国多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向拜登和美国人民表示慰问 拜登对此表示感谢 习近平指出 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采取的对华政策 致使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 这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和世界各国共同利益 中美分别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和最大的发达国家 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 有关世界前途命运 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事迹之问 中美合作 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 中美对抗 两国和世界都会遭殃 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 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 习近平强调 中国古诗曰 山崇水赋 宜无路 柳暗花明 又一村 中美自1971年双兵关系破冰以来 携手合作 给各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当前国际社会面临许多共同难题 中美应该展现大格局 肩负大担当 坚持向前看 往前走 拿出战略胆识和政治魄力 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习近平阐述了中方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立场 强调 中方坚持生态优先 走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 一直积极主动承担同自身国情相符的国际责任 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 妥善管控分歧的基础上 两国有关部门可以继续接触对话 推进在气候变化 疫情防控 经济复苏 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 同时挖掘更多合作潜力 为两国关系增添更多积极因素 拜登表示 世界正在经历快速变化 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美中如何互动相处 很大程度上将影响世界的未来 两国没有理由由于竞争而陷入冲突 美方从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 美方愿同中方开展更多坦诚交流和建设性对话 确定双方可以开展合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 避免误解误判和意外冲突 推动美中关系重回正轨 美方期待同中方就气候变化等重要问题 加强沟通合作 形成更多共识 双方一致认为 中美元首就中美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 深入沟通 对引领中美关系正确发展非常重要 同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性联系 将责成双方工作层加紧工作广泛对话 为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创造条件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adsby bwd6 感谢观看